啊 好 我們會議開始 我們今天要學商的有四個主題 那這四個主題 我想我就不必練了 因為大家都有看到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第一個主題 就是中央政府严重特殊团染性肺炎 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特别预算 那这个期间是在109年1月15日到110年6月30日 我们研究这个特别预算的相关事宜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那请撞上 院长 各位委员代表 有关于这个特别预算问题 那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今天招委也选出来了 那有那时辰点大家稍微想一下 就是说这个是大概6个委员会来联系审查 那是要审查以前 要委员会审查以前一定要院长来备刑 所以明天礼拜二 我们因为现在没有程序委员会 那本来是审会的时间 那审会时间要处理 另外事项文化大必须大家同意 所以我们事务第一个 大家先同意明天请苏院长来做备刑 特别预算备刑 备刑以后就副委 副委 那委员会审查的时候 那当然 那当然 大概几个委员会联议审查 那是又委员会联议审查嘛 那就礼拜三礼拜四 礼拜三就开一开审查了嘛 照理讲的话 因为是属于紧密事项 所以可以排除三天间开会通知 所以礼拜三礼拜四就是委员会的时间 可以在审查 那是不是礼拜三礼拜 那这中间有一个问题要先大家先同意一下 这礼拜三 早上刚好前任的财政部部长徐泽 高北市 好 那各部会都会去 巴总统也这样都会去 院长都会去 包括我们立法院也有很多同学会参加 那财政部部长都会去嘛 所以那一天早上我们的委员会 往一个钟头10点钟才开始 好 那我们现在都拜三拜七 不要开一早 拜三委员会时间 113个委员 我相信啊 这么大的议题 很多人都会发言 那这发言 以前 包括当天还有几个部份要再报告 要晚一个钟头嘛 所以一天不可能结束 要充分时间来发言 那我比较建议说 苏拉会同意 拜三拜七 能刚全部寻打 寻打 时间到出一道寻打结束 那每一个委员都可以来讲 好 那我相信这个 很多人会永远发言的 好 那这下期九号 礼拜一的时候 好 今早上也有跟财政委员会照 爸爸 爸爸 爸爸那个在 那次上委员 也有跟董安稍 那 好 因为说委员都谈到 那下礼拜一 那这下九号的 礼拜一的时候 处理议算 那处理议算 那一天处理议算是来的 集处理的完啦 那提案嘛 保 没有 没有公司就保留送学商的 好 所以九号 专心处理议算 但是九号议算要处理 不管有没有结论 到最后一定要 呃 要送到 那个议算要 要送这个成绩委员会 好 省长报告要送出来 那接下来 礼拜二成绩委员会就 就应该今天又可以组成了 来排13号 13号的宴会 这个这样的时程是一个合理 而且也是最快的 因为总统委员会有三天时间来处理 两天 尋打一天 一天处理 好 那13号 来做议算 最后议会处理议算 那这样的 这个题目是不是大家可以同意的话 这很重要就是13号 这样的13号 就可以通过 才会有公司的话 是不是往这个方向 当然今天早上也有 跟国民党稍微 稍微的 沟通一下 来 继续 好 来 请总叉 呃 对于 院长明天来 呃 报告这个 特别预算 然后备巡 这个 我们国民党团 呃 竟表同意 那对于审查 审查这个特别预算 哦 那礼拜 三礼拜四 寻达 然后下礼拜 一 哦 审查 呃 然后到13号 就是下礼拜五 啦 二三读 哦 这个部分哦 我们是提议啊 哦 应该 这当中 如果到到13号 呃 呃 再处理啊 就是到院会的话 这中间委员会有 五天啊 哦 五天的委员会 这个礼拜三 礼拜四 下礼拜一 三四 哦 五天的委员会 的时间 所以 既然有这样子的时间 我们是不是 哦 办 一场到两场的工厅会 哦 公厅会的目的哦 主要就是针对这个纾困振兴 哦 我想防疫的那一部分 應該是 大家都会比较 呃 意见 比较有共识啦 但是 纾困振兴的部分 牵涉到 要被纾困的企业 产业 哦 那包括 影响的这个 这个劳工 哦 将来纾困 呃 纾困的意思就是说 疫情哦 没有办法控制的很好 然后 将来恐怕会影响到各行各业 哦 那影响到各行各业 也必定会影响到劳工 哦 哦 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 所谓的无薪假 甚至直接 呃 之前员工的情形出现 好 我们的结论就是 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既然有五天的审查会时间 那 不是说时间不够啦 哦 所以是不是来办一场到两场的工厅会 主要针对 企业 企业 所有影响的企业 到底这样的 预算 哦 这个纾困振兴的预算 符不符合 哦 产业 产业的需求啦 啊 这样子的纾困 哦 振兴的方案 跟编列的预算 是不是最有效率的 能够让产业有感 哦 甚至让劳工哦 在 防止 这个 五星假 防止这个 之前这种大量解雇的情形 是不是真的 有到位啦 有帮助啦 听听 产业界 工协会 以及劳团 劳工团体的一些意见 然后我们再做 最后的 有必要的话 再做一些修正 哦 这个是国民党团的意见 谢谢 好 谢谢国民党团 接下来 民众党团 有没有 好 那主席 各位 委呃委员同仁哦 刚刚国民党团提到工厅会的部分 哦 我们是不反对哦 但是我想还有一个是在要点里面很清楚提到 它其实 很多的是跟补助地方政府去进行有效的这个处理哦 所以如果说以这个工厅会行事 也许还有一个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在这个这个执行上面的一个沟通跟这个协调哦 这个我不确定目前行政院的规划是怎么进行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这个部分还是要加紧的去做 第二个比较我们在意的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补助对象 补助内容还有补助的公告其成的这个等等细则 到目前是还没有看到哦 那很多记者在楼下也一直在追问什么底用券到底多少钱多少钱那这些一直外传的这个资讯如果我们第一时间都不晓得 我不晓得其他的地方政府一定也会被问哦 所以我还是期待就是说虽然在这个呃 呃委员会里面会会有这个寻达会有这个呃 资讯的一再揭露但是还是强就是说希望即使在委员会中那个出来的资讯哦 就是不要是各种不同的这个管道传出来的那既然是哪个部会主折 他会同哪一个部会共同订定之这个全责的关系我觉得是我们比较在意的哦 那第二个是说在这个建制资讯平台部分也是我们很强调就是说第一时间就让民众或企业知晓哦 所以是不是说在寻达的同时这个建制跟这个呃一定的这个呃 这个内容的完整盘点进度哦能够一并的在委员会里面提出报告 这是我们大概的意见是这样 好谢谢賴总召 接下来请 呃院长各位同仁哦 好那第一个就是说针对苏院长来备训这个也是时代力量的主张啊 好我们当然一定是会同意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刚刚柯总召有讲说这个寻达跟这个审案的这个流程啊 好那我们也应该就是说我们也同意这样的流程 不过就是说因为这一本好事实上是非常的简要 好就是说其实他内容你看了之后还是不知道说到底这个这么多的钱好六百亿 那到底他要去怎么样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不管是纾困也好好 不管是说所谓的振兴也好 但是这个我我认为这是太简要了好那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说要求要这个在寻达的时候也要强力的来审查 不过就这个部分应该是要能够机关也要能够提供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报告 好那那因为他这样的简要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再开一半天嘛 就是说我们要约他来 然后针对每一个项部交通部经济部啊 主要是这两个大的部会 然后去去详细的去问他说到底他的这个组成这样的一个预算案的结构是什么 我相信这个这是真没效率啊 再来就是说这个工厅会的部分我们也是不反对啦 就是说你能够有更多的意见进来 包括在这一本里面事实上完全没有劳动部的这个预算嘛 好那就这部分到底是说他觉得说没需要 还是说他觉得说可以他会编在其他的这个预算里面 而不需要用到这样的特别预算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工厅会我们当然也是不反对 以上 好大家都已经各党团都已经发表高歉了 那今天大概我们今天就处理程序吧 程序那最主要我看大家都同意就是这个明天星期二做预算报告 然后接下来就是预算责行 这个应该这一点好像没有意义嘛 没有没有不同意见 那第二点大概就是有关于要咨询到底各党团 各党团应该是怎么分配 各党团分配以后名单大概也要想办法 要这个给议事主讲 这个是第二点 大概这个程序我们要先处理 那这个处理那接下来大家对于未来到底要办公厅会还是要几天或者怎么样 我想我们先把前面两项把它决定 那接着再来把那个程序再把它讨论 这样好不好 好 那这样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这样 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明天我们就把它确定 就明天我们就邀请苏院长来做预算报告 三长财主 行政院长跟财主来做预算的报告 那这个报告 我们报告完了就开始做预算的执行 这个大概没有意见我们这个就就确定 那第二点就是对于多少 这个执行 执行 要多少人 就是在预算报告之后马上就变成执行 那这个执行要多少人 有什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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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关系差不多一天的时候 要有国际论坛嘛 以后要三个所长报告 那剩下的时间大概 只剩下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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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过去都有诚意嘛 多少 刚好是十六个年 四个小时 你报告一下 十六个人 就跟各位党编报告 因为明天是单日一次会 那我们扣除掉那个报告事项 还有行政三长 报告事项之后 我们院会可以供给各委员 来做咨询时间是四个小时 一个人十五分钟 那四个人就是一小时 四个小时十六个人 十六个人头 如果按照现在党团的比例去分的话 大概是九五一一 那过去九五一一是这个是参考数 然后再看大家有没有要伸缩 增减的味道 嗨 嗨 嗨 让各部会就先就预算这部分去做做调整 因为我们看到刚刚实力的总召这边有提到说 我们现在拿到这预算书 其实内容说真的并不是很详细 那我有看到的是内政部主管的预算是只有十六亿九千两百三十五万 就是十七亿了 但是我们看到卫福部的他们是一百六十九亿五千八百万 所以相差很多很多 可是我们现在在整个防疫工作上面 我觉得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他们执勤的时候 他的防疫物资 不管是防护衣 N95口罩 手套 护目镜 消毒液 都很重要 所以不是只有医疗人员需要 那警察消防 移民 甚至海巡 或者是海关 或者是边境的检疫人员 包括我们现在外劳查查员 他们都有曝露在很大的风险里面 所以这部分是内政部不知道要编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是应该要请他们要把它编除 因为我们看看现在警察他是有协助执行边境管制 隔离处所的安全维护高风险跟确诊者的复查 因为我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我们先把程序把它处理完 那接下来我就让更多时间讲 还可以再 等一下我还可以再发言是不是 院长意思是 没有 因为现在程序先把它定下来好不好 没有关系 那这样子 如果这样 我现在是怕说到时候我名材 我没有时间堂 没有办法排到那个发言 但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所以也是很希望大家 委员会有 委员会一定有 而且委员会讲的才有用 我这边讲 因为我们今天是 今天是预算协商 就是 程序协商 今天是程序协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问题 沒關係 我是说让程序先通过 程序有问题 来 请讲 院长各位同仁大家好 就是民众党团这边的话 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部分是 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按照目前 意识书提供的比例的话 是9511加起来16人 那这边可能希望说 民进党团柯总招这边 是不是可以 会吃一名 就是说看可不可以 就是让我们 就是一个人15分钟 两个人30分钟 或者是联合联合的质询 然后两个人一起这样30分钟 再请柯总招这边 帮我们看看 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刚刚有提到说 明天的部分 院会会是三长的 来这边备训 报告跟备训 那我们是希望是说 因为其实刚刚那个 叶委员这边 所提到的很多问题 目前我们自己看 那个特别预算 也是有很多的问题 那当然我知道这个问题 可能就是等到 我们在职讯的这个过程 的时候再来处理 但是呢 我们目前看到这些问题 可能不是只有三长 这个部分 因为还有很多是属于 这些地方 各部会首长 他边预算的这个主事者 我们是希望是说 这些有边预算的 再加上劳动部 因为刚刚有提到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些 我们所提出来 希望纾困的对象 可能跟劳动部 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看是不是院长这边 可以帮忙协调一下说 我们能够让这些 有边预算的部会首长 也能够练习 并且作为备训的对象 这样以上报告 谢谢 好 谢谢高委員 好来 市长 还有各位大家午安 我的意见也是类似 就是在明天咨询的部分 因为小党就是 就是来做一些监督意见的表达 那执政党这边 我想已经这个名额很多 而且跟行政院你们的沟通也比较多了 所以希望能够让我们有多一点时间来表达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因为刚很多同仁也表达就是这个资料 比较是大纲式的 那希望能够在明天 好 因为我相信各个部会现在也很努力在 在定那个 细部的这个执行的计划 预算 所以是不是能够在明天 下班前能够给我们各个部会的 比较细节式的 执行的那个项目 因为这样子也可以免得说 各个委员有意见就把各部会找来问 这样子真的是 比较 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 因为委员很多人 可能都有相同的意见 好以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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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团在这边 我想针对明天院长来报告 那我想大家都有共识 但是站在在业党的立场 我们还是希望说 既然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针对院长就紓困特别预算 来立法院报告 应该要多一些机会 可以借由这样的场合 来询问院长 还有包括 审计长 审计长 当然刚刚也有提建议 希望相关部会 也能够列席 那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直询 就整个纾困预算 编列的大的方向 我们应该要来好好的问 行政院长 就目前受疫情影响的各产业 以及民众 怎么样 将钱用在刀口上 我想这个是我们最在乎的 事实上在上一届 第九届 林全院长也有特别对 815大跳点来立法院做过专案报告 那一次事实上 也没有说 限期是在一定院会 修会的时间就结束 事实上还 一直到晚上 当然这一次 纾困条例跟特别预算 我们希望能够尽数 如果有共识的话 但是也希望说在一党 在咨询的人数上面 我们希望能够多一些 因为 届时复委以后 也是六个委员会联系审 我们希望 每个委员会至少都能够有一个代表 就 包括不管交通 未还 财政 或者教育 受影响的 都能够 在院长来报告的时候 能够有机会咨询 这个是我们 希望能够站在在党立场 严格把关的角度 来 发声 那另外谈到这一次 目前送到立法院来 只有60页的预算报告 坦白讲 真的是太过 检要 我们希望说 当然届时 到委员会以后 我们可以针对各部会 他们编列预算的细节 再提质问 但是 希望说 至少 明天如果要 咨询院长来报告 至少今天是不是可以就一些 细部的 编列的规划 能够 先提供给 立法院 否则 明天的咨询 只会流于形式 那 以上两点 提出来 希望 院长 能够做一个决定 好 等一下 委员会的事情 是委员会的事情 工庆委员是委员会的事情 好 那我一样一样来注意 好 正对刚才有谈到 就是说 好 高委员那讲得很客气 好 我 都会失忆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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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安委 也稍微提到 这个 總 就像 院长做报告 正常比喻之心 他不是问细节的问题 好 当然是一个大面向的工房 好 那都是 就是 中正的总预算 什么说 我们这里有600亿而已 中正的两兆 预算算是算是一乎如此 其他都要委员会处理 今天又看不到什么 你问要很细的资料 什么 那都是要 委员会处理的 好 那想公開啦 假如这样的话 我们有九个人嘛 那我们 那是给 我们党 那是 民党 那是 那有两个 两个嘛 你们六个我们六个 那我们就 这个先 6622嘛 好 6622嘛 6622嘛 那我们自己内部 应该都 6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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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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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要谈的就是说 他一直说 那这议算数 像一般的儿子 没有很相近 可能各位 还当公立委安局 搞不太心 总议算就是如此 兩兆一乎如此嘛 不肯 那你要的 礼拜三礼拜四以后 審查的时候 相关资料都会来的嘛 好 这个院长来的不是这个东西嘛 好不好 那院长来 各位放心 他不是只有行政院长来 主委长一定要来嘛 好 那主委长来的话 财务部长要来 相关各位不会说 坐在那里让你问啦 你放心的 不可能三个字啊 到夕也没得到 好 这院长有的时候 在交通部的事情 他会请交通部长谈嘛 所以各位请放心 所有部位所长都会来 好 这个都 都无庸置疑 那这个问题 这样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解决啊 好 这个解决以后 这个和宴会有关的嘛 好 然后13号 大概那时间安排 13号 的宴会来通过 这个应该也没问题嘛 好 就下禮拜 下下禮拜五通过 那至于刚才您会说什么 讲说 我刚才也讲说 这里面有一个程序委员会 所以是10号 9 9 9号我们三天的 三天的委员会嘛 好 那要不要工天会 那是委员会的事情 院长也 也没有怎么办法自会的 那是委员会的处理 但是因为之前行事法 五十七条 工天会要五天前发通知嘛 根本来不及 而今天早上 招委会议的时候 已经决定了 8月3号 8月4号5号 是寻达 然后呢 9号 礼拜一是一出一转 招委会议都写定都签名了嘛 我们在这里说 再来工天会 我不知道哪个时间啦 那你要留时间 下禮拜三 下下禮拜三 下下禮拜三 禮拜四 院长的组织 朝来协商 然后下禮拜 下下禮 13号才能过 所以工天会的事情 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坚持 因为没有时间 要五天前发通知 那整个程序都重来了 人家早上招委会议已经签名了 已经大家都 不知道怎么水 哪一天水都用抽签的厨域好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要去做那个刚好性的行为 工天会不是立法院审查法案议算的必然程序嘛 我是觉得 工天会你要找谁来这么一大堆人 因为叫不着啦 而且来都是 胡生 跟不刚才的意见你很难去处理 议委是做自己最清楚了啊 各政党的意场最清楚了 政党主张最重要 他要听什么听不完 程序也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拜托大家 我们把程序先处理 应该做了这样才能如期完成啊 那至于委员会 因为 因为 有两天寻答 我现在每一个委员都 都问得到 问不到就开完 好像十二点也没有关系 好不好 然后还有一天要处理预算 那该问的都会被你问到 除非 你不知道怎么问啊 那不可能 我相信大家都 都会很认真来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院长来做 报告 那个不是 擦那些 质压都 厚薄不重要 那是政策的决定 好不好 好 厉阳也 是 院长 刚刚听完总招说 大概有两个想要再请问啊 第一个是 刚刚刚虽然提到说 我们各单位的预算编列部分 到时候到了我们联席的部分 会看到比较细部分 可是我觉得 因为终究明天苏院长就 苏院长就要来报告嘛 有没有可能提供给党团 就是我们在编这个六百亿的时候 各单位的预算编列计算想表 这应该可以提供给党团啊 就等于说 他纾困那个振兴抵用券啊 那多少钱 要怎么算出来这多少人 一人多少钱 就他应该会有一些这个嘛 能不能让我们各党团 在今天下班之前 可以先拿到各单位 预算编列计算的想表 给我们党团做参考啦 请院长 他拿去拿去拿去 拿去拿去拿去 我们中国的预算怎么想表 我们一定要预算审查完毕以后 他才后面要去处理的 因为预算送出来 我们在行政部门都呆过 就说 我们在预算部门 我们行政都呆过 你今天送预算书出来 一定都会有计算啊 那是说我的计算 多少人 然后我的那个量是多少 这个是用多少估 那个绝对会有 要不然我们行政部门 怎么可能送出预算 我已经在高居 一定会有计算 多少人 要一个人 我只要说你用台北市政府 来看立法案 这样都对你不好意思啦 我是用立法案 请你很清楚了解 不可能现在有任何地方 更严谨 提问我需要也要不到 这是第一个 就是我想希望 我们还是要提出 再也但要提出我们的要求嘛 因为我们才能做 做一个把关跟监督 另外一个是说 有没有一个请求是说 我们当然这个礼拜三 礼拜四 是联席的答询啊 下礼拜啊 因为下礼拜 其实议程也还没排定 有没有可能下礼拜 留一天啊 给各委会做公听嘛 可不可以 就像他在关心警销 现在有关于公听会的事情 因为我想 再像教文的部分 举例来说 我们看不到 运动产业 到底有没有 看不到任何的钱啊 可是那个可能也有需要 所以我们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不一定是联席开公听啦 因为那样真的是太多 有可能留一天 给我们各委会开公听 然后礼拜三再开省预算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就提出建议 我回答一下 民主委 好来 请 公听会是委员会的事情 院长从来不会去介入 好 第一点 好 第二个 有没有个 各委员要开公听 各委员去处理 那现在是 我们讲的是 程序就讲好了 那这个预算审查 是在联席会 班额 六个委员会一直联席 那他们已经 把时程都定好了 第一天是随主持 用抽筋 都用抽筋 第一天寻查的时候 礼拜三是 庄联雄抽到 第二天礼拜四 但是我抽到 然后第三次的时候 九号礼拜一的时候 是庄联雄抽到 而且都签名 这个时程都安排 这个医庄委员会一定 他们已经安排下去了 至于各委员会 还有各委员会在开嘛 要怎么开 要找公听会 我想各委员会 找稍微处理 但是呢 公听会要五天前 直接寻查 武器要规定清楚 所以我们这样子 这个 这个 既然要处理这个 这个时间 大家有共识的话 其他委员会 要怎么处理 我想各委员会 自己处理 我知道 但是又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礼拜一开典型 省预算 我们不可能不在那边 省预算 跑去公听会 所以还是说 所以还是说 不是 可是省预算 我们也很关心 省预算 你一定是 所以想说 不可能一天 给我们文会公听嘛 欢迎拜五 下星期五 才要处理 你也不可能在这边 凌驾到 两位招委的权力 说 你们礼拜一 要让 早上财政委员会 他们已经 刚总召有讲了 已经把那个 三号 四号 然后九号 下星期五 八个委员会一起开 都是一起开 不是只有 下星期五 都抽好了 可是他们都讲好了 两个招委都排好了 都签名了 所以 下星期五 所有委员会都开 不是下星期五 下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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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认给大家听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最主要是针对程序 一定要先做决定 才有办法来讨论实质的问题 那这边是你的结论 有三点 我就先读一下 一 各党团同意行政院 含情审议之 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纾困这些特别预算案 曾类纳入第二次会议报告事项 就是明天的报告事项 第二 三月三号 星期二 邀请行政院院长 主记长 财政部部长 及相关部会所长列席报告 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 编制经过并被执询 执行人士由民进党团推派六人 国民党党团推派六人 民众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党团 各推派二人进行 为参加党团委员得优先发言 执行顺序 一例涉拳意识处办理 上次执行委员名单请于3月3日 星期二上午9点前送到议事处会长 议案寻达完毕后即交审查 各党团同意不提出复议 当日不进行施政执行 及不处理临时提案 第三 上开特别预算案 与委员会审查完毕后 各党团同意于3月13号 星期五宴会进行处理 完成三读程序 各党团同意不提出复议 当日不进行施政执行 这个结论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都是讲程序的啦 没有意见我们就照刚才练的这个 做决定就通过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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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thank you 大家就在 我们现在一面在签的时候 一面就 因为我们会议通知里面都有 还三个案 那我们就进行 连三各党团推派代表 组成经费集合委员会 相关事宜 我们现在就讨论这一件 这一个调案 工具比喻怎么样 这么一个 要不要请议事主来 说明一下好不好 院长 所以我刚刚讲到一半的是 今天就是要提到委员会去 情绪完了以后我陪你 我不陪他 那委员会去讲 因为这个在委员会讲才有用 这边今天的政府关联都不在这里 你讲去我会来听 没有关系 跟各位党编报告 我们今天草野写上的题目 就是第二题第三题跟第四题 就是有关经费集合程序委员会 跟国家安定基金委员的那个推荐事宜 那这三个案子都是巡礼办理 那目前的话经费集合 我们法规规定是总共九个人 按照党团比例的话是 四三一一总共九个 那程序会是十九个 依照党团比例是十七一一 那国安基金的话是六个 六个学者 我们分配款是二二一一 这是巡礼办理的 马上就照顾议计处理就好了吗 好 什么时候要报 这个医事署已经跟他报告 就巡礼 巡过去的网易这样处理 那他有 包括那个元素 都有报告 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 你就是什么时候 以前要送出来 比较重要的吧 程序会的部分 可能要早一点 就是请大家在 三月五号送出来 那其他像经费集合 跟国安基金的话 是十二号 就下下礼拜的事情 五号十二号十号 对 好 好 那这样我把 那个 结论 我把它练出来 那大家有意见 再来讨论 这样可能会比较 比较快一点 好 一 就是说针对第一案 本第一会期 金会集合委员会 依政党比例 由民进党党团推派四年 国民党党团推派三年 民众党党团 及时代力量党党团 各推派一年代表组成 民单请于三月十二日 星期四 中午十二时前 送至艺术次会长 上述名单送交意识处后 即不以更换 第二案 便第一会期程序委员会 依政党比例 由民进党党团推派十年 国民党党团推派七年 民众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党团 各推派一年代表组成 民单请于三月十二日 星期四中午十二时前 送至艺术处会长 上述名单送交意识处后 即不以更换 三 有关行政院 含请推荐六位学者专家 担任国家金融安定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 以政党比例 由民进党党团推荐二人 国民党党团推荐二人 民众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团 各推荐一年代表组成 名单请于三月十二日 星期四中午 十二时前送至艺术处会长 遇时视同放弃 看大家有什么意思 十一月五 十一月五号 我修正一下 刚才第二项就是 程序委员会改为三月五号 因为我们后面收到那个十三号 十三号要 所以这个要 本来是三月十五号 那现在要配合调整 要提前到三月五号 就程序委员会的部分是三月五号 那其他两个 机内集合委员会跟 这个安定基金 这个是在三月十二号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这个行李 都有一个固定的比例 那没有一线 这个我们就通过好不好 那通过 针对这个前面这个第一案 特别预算 这个我是觉得 因为我们安排这个程序 我们基本上都接受 至于要不要开工厅会 这是委员会招委 委员会决定的 这个我们也同意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压日期把那个三月十三号 星期五就要进行处理 完成三读 这样把那个电线压在那边 当然我们期望 期望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有一点 有一点侵犯委员会职权的 这种感觉 我们一直强调委员会中心主义 委员会如果要多审查一天都不行 所以我们现在用朝野协商 直接把委员会的可能 他要审查的时程都把它定好 听起来怪怪的 好像阉割委员会的职权的感觉 所以这边是不是 我们当然也期待 期望顺利的话 三月十三号把它完成 但是你把它框在那里 然后委员会就说 你们就是按照朝野协商决定 你们就只能审查多久 时间多久给你 那这样对委员会的职权 不是造成 没有啦你有惯例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要说 惯例像我们以前这样做 我现在是你说 我们一直在强调委员会中心主义 委员会审查 他有时候审查一天两天三天 都有可能 我们以前也审查过复杂的案子 也多审查一天甚至挑灯夜战 对不对 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 对不对 有时候一天审查不完 我们要审查到12点 但是这个都委员会在决定 不然你选招委 今天大家才选完招委 他招委有权决定说 我要今天要不要延会 那经过委员会同意 就可以延长他的审查时间 不是吗 如果今天我们都把它框在那边 那对委员会来讲 以及还能够的 就像我一天 highlights